日本獨居長者 據日本總務省統計 2023年,日本人口為1.25億 而長者數目為3623萬 總人口29% 日本大部分人口集中在東京、大阪、名古屋為中心三大都市圈 讓我們來探討以下的問題 1.日本人平均壽命 2.日本界定長者年齡 3.長者就業人口若干 4.獨居長者人數 5.為何獨居長者在自尋短見中一個高的比例 6.探討導致長者自尋短見原因 7.日本政府對自尋短見長者作出什麼措施 以減少悲劇發生 8.日本政府對有自理困難 例如肢體傷殘、精神問題 無親無故獨居長者 提供什麼特別援助 1.日本人平均壽命 據統計 日本人的平均壽命大約是84歲左右 2.日本界定長者年齡 2.在日本 1.日本將65歲以上的人定義為長者 3.獨居長者人數 3.獨居長者的比例 1.自尋短見的數目會因多種因素而有所不同 但通常是一個值得關注的問題 6.探討導致長者自尋短見原因 導致長者自尋短見的原因可能包括孤獨、社會孤立、健康問題、財務困難、家庭問題等 7.日本政府對自尋短見長者作出什麼措施 以減少悲劇發生 日本政府對自尋短見的長者取了多種措施 包括提供心理健康支援、社會活動和交流機會 加強長者福利服務、推動社區互助等 以減少悲劇發生並提升長者生活質量 8.日本政府對有治理困難 例如肢體傷殘、精神問題、無親無故獨居長者 提供什麼特別援助? 日本政府對有治理問題的獨居長者 尤其是哪些有肢體傷殘、精神問題的人 提供特別援助 援助包括A居家護理服務、提供定期或不定期的護理人員 前往居家照顧需要的長者 包括日常生活起居、飲食照顧、個人衛生等 B.社會工作支援 社會工作者定期訪問獨居長者 了解其生活狀況、提供心理支持、情感交流 幫助解決生活上的困難 C.社區支援服務、提供社區活動中心或日間照護中心等場所 讓長者參加各種活動、促進社交互動、減輕孤獨感 D.經濟援助 唯有財務困難的長者提供生活津貼或補助金 幫助其支付生活費用或醫療費用 總的來說,日本政府致力於提供全面的支援和援助 以確保有治理問題的獨居長者能夠獲得適當的照顧和關懷 好,到此為止 感謝你觀看此影片 如喜歡此影片,請免費訂閱、點讚、留言及傳閱 謝謝你 謝謝,歡迎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